茶马古道起源于唐宋时期的茶马护士 康藏属于高寒地区 海拔都在三四千米以上 沾巴奶类酥油牛羊肉是藏民的主食 在高寒地区需要摄入含量较高的脂肪 但没有蔬菜 沾巴又燥热 故藏民在长期的生活中 创造了喝酥油茶的高原生活习惯 但藏区不产茶 在内地民间意识和军队征战 都需要大量的罗马供不应求 而藏区和川甸边地则产两种马 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易 即茶马护士应育而生 这样藏区和川甸边地出产的 罗马 皮毛 药材等 和川甸及内地出产的 茶叶 布匹盐和日用器皿等等 在横断山区的高山深谷间 南来北往 流动不息 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而日趋繁荣 形成一条延续至今的茶马古道